我們定好 去年年底結婚 打破大 我的二節 本來是 要付個突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在后台通过了解的话 我指导了她的基础产业建设 她讲完她的故事以后的话 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就想说在我毕业前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组织一个团队 毕业之后 我们去帮助她干这件事情 因为她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去了吗 去了 最开始她非常支持我 我是支持你 但是后面我不知道你会 很少很少我们俩再见面 也是她最开始特别支持我 所以说我当时用了十万块钱的时候 我也没有说特别的要跟她说 等于这十万块钱 现在拿去做项目去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情况你都知道 我是后面知道 是她跟朋友一起合伙 现在应该是不在女朋友的身边 是吧 经常是不在 因为你工作需要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初创的公司 前期的话人也比较少 一忙起来的话 一个人要当十个人的去用 所以男生现在的意思是 没时间结婚 没条件结婚 还是怎么了 确实是有没有时间的原因 然后也是因为我 我几乎所有的积蓄全都放在 现在这个公司上 我是想着就是说 等公司运转几年之后 然后再跟她 说这个结婚的这个事情 我希望她能理解理解我 她有什么让你看着不顺的呀 就是我这个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黏我 就无时无刻都要在一起 不管干什么 不管我去哪里 我就感觉我就是她的全世界 没有了我 她的世界就崩塌了那种感觉 然后我带她去 我们基地去开个会 我在房间里开会 她在外面等我 你要在外面等我 你就好好地坐在那里等我 然后她还要给我发个短信 然后就说我现在想喝水了 你给我送个水 那我在那儿就只认识你啊 是 你是只认识我 但是我在开会 你就不能等我开完会 然后出来再给你拿吗 然后我 我说等一会儿吧 然后她不行 然后就开始给我疯狂打电话 手机一直震 我也不出来也不行 然后我就偷偷摸摸地出来 给她拿完 然后我再回去 过一会儿她又说 她又想上厕所 问我要个纸 我又偷偷摸摸地出来 我给她给个纸 然后我再回去 弄了半生间工作 也没有办法工作下去 为什么这样 女生 因为她本来就特别忙 我就想让她用送水 和送纸的时间来出来 我们可以再见见 或者说说话 但是你不知道吗 如果你要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那我后面也没有什么 过分的事情了呀 你只会让我的工作 工作也工作不好 照顾你也照顾得不到位 两个我都得罪 你知道吗 那现在呢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她现在的话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会忽然变得就是 就我之前是她世界的全部 现在我就感觉 我不在她的世界里 这也不行啊 你有你的世界 人家有人的世界也不行 来来 说说说说 我看你姑娘怎么觉醒 是因为当时 她是想我特别黏人 她就觉得我很烦 然后她就告诉我 要让我独立 然后让我自己好 照我自己 后来我就觉得 好呀 那你让我独立 我独立给你看呀 那你也不能什么事情 都不跟我说吧 你过生日输液 然后连上说了十天 我都不知道 我有一次就是急性长远岩 我就想着 跟她说了也没用 于是就让我朋友陪着我去 那你就找个男的陪你去吗 大晚上的 那我都急性长远岩 难受的都直不起来腰 那当然是要男的来掺扶我呀 那女的能掺得动我吗 你要不希望是男的 那你就回来陪我呀 十天她都没有回来 因为啥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离我们住的地方就比较远 我工作是在深山里面 我们现在住在西安 我要从那开车回来的话 几乎要差不多半天的时间 而且是中间一下都不能歇息 不是 那个是你选择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没有人有权利 去说你什么 对吧 那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是 现在女生不是也在 试着独立的生活吗 但是她有的时候就真的 做得越来越过分 还做过什么过分的呢 因为她本身肠胃就不好 我都跟她说了 你平常跟朋友出来 下了班之后 然后一块吃吃饭 聊聊天 早早回家 毕竟是个女孩子 对不对 然后她每次吃完饭 还要再跟朋友再去聚 然后再去别的地方再喝酒 然后每次喝完就 到凌晨两三点 有的时候再过分一点 就到第二天早上 本身她酒量就不是很好 那主要是她又不能陪在我身边 那我每天的工作 烦恼呀或者是心里受的委屈 我也想要去跟别人说呀 我给她说 她有的时候就不回消息 因为她那边没有信号 她给我说 好 所以你就买醉是这意思吗 那我喝酒就快乐一点 高兴了 那你上一次是不是因为 你喝完酒之后 然后受伤了 她本身酒量不好嘛 没喝多少 然后就喝多 不小心摘下来受伤了 这件事情她也没跟我说 是她的朋友跟我说的 还是她之前那个男闺蜜 跟我说的 因为她陪着她去 听懂了 听懂了 你们毕业多久啊 毕业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对 她去创业多久啊 一年才起步 一年 她就是工作就突然一下就特别忙 然后心里就会有那种落差感 那像一些周末什么的也有时间回来看看吧 很少 为什么不回来呢 因为那面忙 就我之前说的 我们这是个初创公司 人真的非常少 然后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每次上去之后的话呢 很少会就是说 抽个时间下来一下 然后再上去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你现在的阶段 谈恋爱对你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嘛 是不是 对 我需要挤时间 那你做过一些什么补救的举动 来挽回你们的情感 或者说来修复一下吗 我有准备给她惊喜过 因为我长期在外面 然后她也经常说 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候很少 然后我就那么做了一次 我说给她个惊喜 然后被她就弄成了惊吓 啥意思 就是那天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我跟她视频 然后她跟我说她要睡觉了 我想的是 她可能是头一天工作太累了 然后我说那行 那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你晚上别出去了 她说行 我晚上不出去 然后就把视频挂了 我挂了视频 我赶紧开车 然后从山上下来 然后再一路高速去到她家 我刚到她家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晚上八点多左右了 我刚才叫小军门口 就看见她打扮得 花枝招展地出来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你现在准备去干嘛 她说你管 我说那你总得告诉我 你跟谁去吧 她说你又不认识 那我说你本来就不认识 而且为啥 你一回来我就得陪到你身边 那你知不知道 我开那么远的路 我过来是有多辛苦 你知不知道我在那边 那你就回来休息 你回来辛苦你就去休息 你有你自己的事情吗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吗 你一回来我就得陪在你身边吗 是 我是觉得 咱俩现在在一起 你去哪儿去干什么 有必要稍微跟我说一下 哪怕我不陪人去 我跟你说有用吗 我都说了我跟你说有用吗 如果现在选择跟朋友聚和 选择跟他聚 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 朋友 那你干嘛还跟我们说 你要跟这小伙子结婚 问人什么时候娶你 这什么意思呀 我今天来就看她怎么给我解释 你现在的上面写的是个自由职业 是吧 所以自由职业到底是做什么呢 就是跳舞 工作就是跳舞的 跳舞的 你希望她从事什么职业 我希望她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也给她介绍过工作 托朋友 她也不愿意去 你给我介绍是什么工作 她给我介绍是在歌舞团的后勤 那我就不喜欢 我就是一个学跳舞的 我当然是要找我自己的专业对口 我就是要跳舞 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你说了咱俩没时间见面 对不对 然后我就给你找一个 能把你稳定下来的 那你也没有必要找一个 就是说 她也现在开始经常去外地了 一出去短则半个月 长则也是一两个月 你去外地 那你工作都可以这样 我找就工作不行吗 你又没人陪在我身边 我竟想去工作 刚好还能挣点钱 是出去跳舞是吧 对啊 也是上演是吧 接演出外地也有就会去 要处就娶我 或者回到我身边陪我 是吧 对 她能去你们公司 跟你一起创业吗 我最开始的时候说了 如果要带着她去的话 我就已经能想象到 就是那种 那未见得 关键 你愿意到他们那儿 加入他们那个事业 跟他们一起吗 前期是愿意 但后期就不愿意 为什么一开始愿意 后来不愿意 因为她真的 前期我去的时候 她就表现真的特别烦我 然后就觉得 我对她的爱就是那种 特别卑微的那种 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带着她来啊 就我说的 我带着她的时候 结果就是 不是 你带着她 你是带着她 作为你的私人助理 照顾你的生活去了 还是带着她 把她作为你团队的一员 让她去那儿干活去了 什么也没有 就只是让她 这是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 就一个人晾在那里 就只是让她在那儿陪着我 所以啊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 所以女生才会伤心啊 你看说到这儿 女生就会哭嘛 你当时跟她去 其实是想加入他们的 对吗 但是你压根觉得 她不具备这个能力 对吧 对 因为真的很辛苦 不是 人家 你怕辛苦吗 姑娘 当时只要跟她在一块 就不觉得辛苦 听懂了没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让她 跟着我去受苦 不是 人家跟你在一起 就是幸福 你凭什么阻止人家 获得幸福的权利呢 虽然说我工作 真的特别忙 平常很少有时间 能够抽出来时间去陪她 但是的话呢 我几乎每天 都会给她打电话 因为我们那儿信号 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为了给她每天打个电话 真的很不容易 我要走几公里的山路 到山顶上 我才能给她打一个 完整的视频 一点都不卡的那种 然后我每天 我都会给她打电话 我每天都在想 她在干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 就是说慢慢地 就一下把我从她的实践中 踢出来了 就我不想那样 我需要的不是你每天 一个视频 一个电话 我需要说你能陪在我身边 那我不工作了 对不对 要再这么聊下去 那不就是死局嘛 因为个人只坚持个人的看法嘛 没有一个人冷静地坐下来 分析分析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的感受是不爱了 但是还有那么一点点 这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这儿的原因 我要说一下 现在九级后的年轻人 有一个词叫游牧青年 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词 说现在九级后的青年是游牧青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在一片巨大的草原上面 所有的人就像是木马一样 你可以四处奔驰 没有一条规定的路线给你 所有的人走的路 很可能都是一条全新的路 所以都会带来一些迷茫 都会带来一些找不到经验的一些事情 就好像男生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好 但是在你的心目中 除了去做这样的事业之外 你还在想 我要去改变一个我未来的妻子 她就应该为我平平稳稳地 安安定定地 很多男生要女生独立 她的独立是有界限的 她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叫你不要来烦我 但是你都要听我的 很多男生要的独立是这样的独立 这不是真的独立 我希望你对将来的恋人和爱人 稍微公平一点 你要允许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定义 而不能因为你的工作怎么怎么地 所以她就必须要安安定地安安稳稳 如果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将来就是找一个合作伙伴 就谈恋就找个合作伙伴 你们奔向同一个目标 我觉得特别好 现在这个情况很简单 就是你把一个女生放生了 她本来一直在你身边 你放生了 放生之后 她的心收不回来了 就那么简单 我知道你们中间 心目里面还有很多的不舍 但还是一别两宽嘛 至于姑娘 我唯一给你的建议是 路不要跑偏了 心有时候也要收一收 不管怎么样 你的这个男朋友 他的品性还是很高尚的 我认为这个品性这个事情 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不要因为有人陪你玩 就把品性这个事情给忽略了 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 不管你将来和谁谈恋爱 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好 谢谢大家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其实一个男人 在创业的初期 能够陪在他身边的女人 一定是得特别伟大的 因为他确实没有时间陪你 他承受的可能是多重的压力 就别说他是一个 24岁的小伙子了 就我身边多少创业的中年人 40多岁的 就是说我有家庭 有孩子 我确实一天 可能在公司要待到十一 二点 甚至更晚 我都没有时间陪我的孩子 而你呢 你就说 他没有时间陪我 然后他要没有以前浪漫 没有以前对我好 这是现实的 客观的 因为他那个公司摆在这儿 如果他要不把自己百分之百 哪这百分之二百的精力 投进去的话 那是真的会亏的 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可能是有很多他的合作伙伴 合伙人共同在亏 所以这个压力我特别相信 所以我建议你啊 因为你也别上他公司里 跟他合伙创业了 因为我看这个姑娘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的 这么一个都市的时髦女孩 你渴望的生活就是自由 就是可以身边有很多朋友 天天陪着一块玩的 你到了他的那个公司 你也不喜欢他的业务 然后反而把你自己 也给局限住了 他现在在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在向他想要过的 那个生活去努力 你也照样就可以了 如果两个人不能交集的话 二十三四岁重新再选择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其实很明显 你们现在的恋情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接下来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其实要是从这一段 失败的恋情当中 去获得些什么 因为一段恋情 其实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失败你就一定要学到一些东西 难是你学到什么 其实无论你做的事业 有多么有意义 但是你在这段恋情里 表现的是很自私的 你把他带到你的身边 一起去壮业 你就让他待在那儿 陪着我 这公平嘛 他有他的事业 他有他的社交 他有他的未来 但你丝毫不去顾忌 再忙 就不能关注到自己恋人吗 所有忙的人的婚姻爱情 都是失败的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偏偏要把事业和爱情 对立起来呢 一个真正在爱情当中 能够成功的人 一定是可以平衡好 事业和爱情 这才是生活 生活不是一条线 要不有事业 要不有爱情 不是的 生活是多维度的 而真正成功的人 不仅仅能够在事业上成功 爱情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 所以说你从某一个维度上 一点去想的话 这是错误 那真正的生活是多彩多维度 女生也一样 其实一个男孩无生当中啊 把你从一个特别黏人的 不能独立的一个女性呢 培养成了一个不得不独立了 对不对 自己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自己也有自己的可能未来的事业 对吧 现在也经常出差 但是你需要的仅仅是陪伴吗 爱情当中仅有陪伴就可以吗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千万不要在这一个恋情 还没有完全结束 并且自己的感情 没有完全抽离之前 盲目地去开始另外一段恋情 明白吗 让自己冷静下来 真正做到一个独立 这种独立不是说 只是我在病了 寂寞的时候 想要找到人陪的这种独立 不是 要在真正事业上 自己生活上有独立的建议 有自己的健康的人生观 价值观 这样去做的话 你真正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你会幸福的 同样你也会幸福的 只不过你们可能 不是在一条道路上而已 就这样 第一次慰问演出 你是去演成 在门前面上 你也会在这种独立的建议 在这种独立的建议 您会想要让我 在这种独立的建议 有些人的建议 可以变成 我会想要 在这种独立的建议 我觉得 现在 我会想要 我会想要 那种独立的建议 我会想要 你会想要 到这种独立的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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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